Hello大家好我是妖猪我在新西兰 然后今天呢又来海边玩了 然后喝一杯咖咖啡 然后呢我今天带了一盒马卡龙 带了两个 然后刚才已经被我吃光了 为什么那么着急吃 刚才太阳特别的晒 马卡龙中间那个芯已经晒成酱芯了 最后就是马卡龙果酱加果酱的那边一个感觉 然后呢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款 中国在新西兰的车 其实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呢在新西兰目前其实是挺贵的 然后大家很多人想买的也都买不起 而且呢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特斯拉呢 它是美国的进口的 但是即将进口的特斯拉在澳大利亚的也好 新西兰的也好 即将进口的全部都会是从中国上海进口来的 那么就意味着质量又好 然后价格又好 会非常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怎么觉得我像卖车的呀 但是呢这就是想说 现在我们的祖国呢就非常的强大了 比如说一些手机呀比如说小米呀华为呀 OPPO啊然后更更是什么电冰箱啊 然后现在要求所有的就是租房的这些房主给租客必须要安空调嘛 那这些空调全很多很多都是什么 海尔的呀等等就好多好多的咱们祖国的品牌 所以用着也特别顺手 然后之前呢我还有看到这个抽烟机啊 新西兰这些抽烟机都特别的难用 然后我看到国内的这种方态在卖 好像刚刚开始起步 我等呢它便宜点我就准备入手咱们国内的方态了 就是这些品牌其实在海外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了 包括啊我之前看到的这个也不用说了 无人机简直就是太多就是太多人用了 肯定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大疆 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稳定感相机的稳定感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祖国的产品非常的好用 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理 不会像海外一样那种抢钱的感觉 我们都是求性价比的 那我们经常呢还在路上会看到很多的那个汽车 也是咱们国内的 比如说哈佛呀 然后MG呀这些全都是很多很多 所以呢在海外生活呢还是觉得挺亲切的 好吧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拜拜